你好,我是加尼姐的主題是最美好的結局 一哥回到勇士隊可愛虛流快聽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截至2021、8月7號 一開始要說的是最近天氣相當不穩定 大家出門一定要小心 另外因為前兩天去打疫苗的關係 所以這個星期直播的部分先演一下 我早一天再來補 在這裡也要跟大家說聲抱歉 接著讓我們回到主題 咱們先從熱火隊開始聊 入往常請大家放輕鬆 因為人人想法不同 合約的部分也要以官方為主 熱火隊今天宣布以先簽後換的方式 得到Kell-Laurie 交易包人選是Golden Dragich跟Archival 實際上原本有消息傳出 這會是一個三方交易 也就是獨行俠也會被拉進來 獨行俠的目的是為了要得到Golden Dragich 可是獨行俠不願意吃下Golden Dragich 本機1940萬的薪資 更簡單的說 獨行俠希望在Golden Dragich 與暴龍隊買斷合約之後再得到他 這樣可以減輕薪資上的壓力 所以交易案的部分也回到了熱火於 暴龍隊的雙方交易 而一旦未來暴龍跟Golden Dragich 買斷合約之後 其實對他有興趣的球隊不只是獨行俠 目前傳出Wholein也對他有興趣 畢竟Dragich是一位場上經驗相當豐富的球員 而且暴龍隊目前的陣容是相對年輕的 所以未來Golden Dragich 會不會跟球隊買斷合約呢? 這是球迷可以觀察的地方 而目前暴龍隊官方表示希望可以留下Golden Dragich 而暴龍隊在得掉Truva之後 目前前場的球員相當多 其中包括Patskox Alcum Odjua Nunobi Chris Besher以及渡邊熊泰等等 另外球隊也留下了Rutch這位前場的球員 所以暴龍隊接下來會不會有其他動作 也是可以觀察的 這裡指的是交易的部分 另外球隊是出了中鋒Aaron Benz 這裡要注意的是Aaron Benz 是一位有外線能力的中鋒 所以任何球隊如果想要增加進區戰力 他也會是一位可以考慮的人選 接著來聊要尋求2連8的公路隊 球隊送走了Sam Merrill 以及未來兩個次輪籤 得到了灰熊隊的Grace & Allen 公路隊在PJ Tucker跟Forbos離開之後 球隊目前已經補了Samuel Joly Ronnie Hood George Hill再加上Grace & Allen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公路隊補強的工作已經差不多了 球迷要知道的是Grace & Allen 上個設計在灰熊隊 Samuel球迷重力高達3x9 而且他的防守能力也相當不錯 後來只要Samuel Joly跟Ronnie Hood 兩人其中之一 可以進入輪換名單之中 其實公路隊的陣容已經相當完整了 畢竟球隊留下的Bobby Potis 這也表示任何時候公路隊在場上都有高度的優勢 灰熊的部分在Blesso跟隨興霞加入之後 當時我們已經提過這次球隊後場的球員太多了 其中包括George Moran、Jones、Milton、Blesso以及Ben等等 即便現在送走了Grace & Allen 不過灰熊後場球員還是太多 這裡我們來看一下新資表 Blesso的合約還有兩年 另外包括Jones跟Milton本季的合約都是800萬 而灰熊隊是John Moran的球隊 更簡單的說他會吃掉1號位多數的時間 所以接下來灰熊隊會不會交易後場的球員 來增加前場的戰力 這一點是可以觀察的 而原本在灰熊隊的Winslow則是加入了快艇隊 快艇隊也續了了Rich Jackson 更重要的是可愛預計也會回到快艇隊 只不過合約內容的部分目前我還沒有看到 身高6.6 體重222磅的Winslow是一位很全能的球員 只不過前兩個賽季印傷的關係 所以出賽場次並不穩定 本季可愛非常有可能會休息一整個賽季 在這樣的情況下 球隊先留下了Nikolas Batun 現在再簽一下Winslow 只要Winslow可以保持健康 他將會分擔Polge局在場上一定的工作量 不過目前快艇要觀察的是後場的部分 球隊用兩年2200萬牽回Rich Jackson之後 現在要思考的是Rondo在球隊的角色 畢竟球隊還有Luc Cannard跟Teris Mann等候場球員 所以快艇隊接下來會不會進行交易呢 這也是我個人比較好奇的地方 Nikolas Batun 則是跟上個賽季拿下最要進步獎的 Jerice Randall完成了續約的動作 上個賽季場就可以使用出24加10加6的他 得到這份合約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目前他才26歲 實際上目前他也成為聯盟中控球前鋒的代表性球員 更重要的是他中距離能力相當優秀 這也會讓球隊在進攻端上的變化性更多 另外尼克對目前已經補禁的Evan Furnier 以及Campbell Walker這兩位前綠三軍的球員 更重要的是這兩名球員的得分能力都很優秀 所以下個賽季尼克在進攻端上是值得球迷關注的 前提當然是Campbell Walker可以保持健康 聊到大合約 狼王隊也跟KED完成一份4年1.981的合約 以他能力拿這份合約當然沒有問題 另外在今天 他也帶領美國隊拿下奧運金牌 相當恭喜美國隊的所有球員跟教練 不過比較有意思的是 James Harden跟Kerry Levin的合約 現在下個賽季都是球員選項 所以新賽季結束之後 狼王隊還會保持三巨頭的陣容 還是選一位後場球員跟KED進行搭配 這是我個人比較好奇的地方 接著來關心一下黃鋒隊 黃鋒預計簽下前勇士的球員Kerry Ruberay 這裡我們花一點時間聊黃鋒的狀況 雖然孟克等球員離開了 不過球隊也不見了中鋒Mason Prolly 然後John Smith 以及Kerry Ruberay 這裡要注意的是目前黃鋒3-4號位上的戰力相當完整 其中包括星海哥Bridges Pedra Washington再加上Kedy Ruberay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除非接下來還有交易 否則新賽季黃鋒隊非常有可能打三封線的震動 也就是三球加上一名中鋒 搭配三位封線球員 而讓Terry Rodea從板凳出發 這樣的打法對球隊來說 好處就是防守端上會更有優勢 否則讓Rodea跟三球一起扛線發 後場的防守會是小小的問題 另外球隊也許還要再補一位有經驗的中鋒 這將會讓球隊名單更完整 而在Kedy Ruberay加入黃鋒隊之後 我自己的看法 公牛跟黃鋒這兩隻 上個賽季無緣季後賽的球隊 在新賽季 都是相當有機會挑戰季後賽的 而6碼的部分目前傳出可能會有交易案的發生 這個部分還要再看後續的狀況 聊到勇士隊 最新消息是一哥將會回到勇士隊 這對勇士球迷來說應該是一個完美的結局 因為當年勇士隊為了要避免Kedy轉身離開之後 球隊什麼都得不到 所以先前後患得到了DN9的Russo 不過代價就是把一哥送到灰熊隊 原因是卡到星之硬上線的部分 這個操作在當年其實有很多勇士球迷是不開心的 但這是一個不得不的決定 因為星之卡死的勇士隊如果沒有進行這樣的操作 老實說很難進行補強 更直白說就不會有現在的Wiggins 而在被球隊交易至灰熊隊之後 當記者訪問一哥時 一哥曾經表示希望有一天可以再回到勇士隊 再跟Kedy一起打球 所以在直播時我們曾經聊過對我自己而言 想看的是熱火隊要不要執行一哥的球隊選項 而一旦熱火隊選擇不執行 那麼一哥會不會選擇回到勇士隊呢? 最終熱火隊並沒有執行一哥的球隊選項 雖然一度傳出胡人跟籃王也在一哥的名單之中 不過最終他還是回到了勇士隊 所以他實現了他的承諾 也就是有一天他會回到勇士隊再跟Kedy一起打球 老實說這是一個相當美的故事 感性完了之後回到現實面 勇士在之前已經補了Porter跟Berliger兩位前場球員 現在一個再回到勇士隊 勇士一到四號位的戰力是相當完整的 畢竟球隊還有Wiggins、Ktown以及JTA 所以現在對勇士來說要思考的是五號位的部分 畢竟胡人、金塊、甚至是東區的秋人以及公路隊 近區戰力都相當完整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球隊可以再補一名長人 另外一號位的部分也可以試著再補一位 防守經驗更豐富的球員 進而讓整個名單更完整 不過整個來看在一哥確定回到勇士隊之後 這次球隊的陣統已經相當完整了 另外他的回歸也將有助於Kominga等年輕球員成長 最後聊一下勞鷹隊 勞鷹則是序留了如維恩斯跟Hill 以及簽下勞鷹的Goky Jam 我自己的看法 這樣的操作是為了要增加場上的經驗 畢竟勞鷹隊是一支相對年輕的球隊 其中包括之前透過交易得到的 德隆萊其實也是一名場上的經驗相當豐富的球員 另外雙方有看無目前是受傷的情況 所以在補一名進去球員合情合理 沒想到在天掛跟皇上兩位好朋友終於合體打球之後 一哥的回歸也讓下一個賽季更充滿話題性 勇士在經過兩年的等待之後 終於等到K當回到場上了 有意思的是 K當在休息兩個賽季之後新賽季 他又會跟老隊友一哥開始打球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美的畫面不是嗎? 至於接下來還會有什麼交易案發生呢? 就讓咱們一起看下去吧! 好 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就出囉 記得喜歡跟分享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頻道給一個事實的鼓勵 更重要是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佳琳 我們再次見 拜拜唷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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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